第五波疫情, 很多家長都要work from home 就算帶小朋友到家去做運動, 都會提心吊膽 今集我會介紹幾個好好玩的運動遊戲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入家, 安在家中和小朋友做運動 而且繼續有請優才書院的陳校長 和大家分享幾個在家親子活動的好建議 很多人其實都是要上班, 家長有work from home 有些甚至不是work from home 那小朋友其實這些時間可以在做什麼呢? 學校其實制定了很多不同的遊戲 很多不同的學習活動 就有四大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運動 iPad裡面其實都有很多透過畫面 你要避障, 或者是一些體感 可能是平時人家訓練足球, 或者是訓練反應的遊戲 反而這些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去找去玩一下 第二個方向就是親子的方向 給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去合作的時間 比如說是去做一些甜品 促進了親子的關係 第三, 閱讀可以分階段達到一些目標 就像我們小吃多餐一樣 令到小朋友覺得都不是很吃力 第一就是感覺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可以想一下一些遊戲形式 唱歌仔的形式 去背生紙行不行呢? 爸爸媽媽有一個比賽行不行呢? 最後一件事就是一些手作 你不用叫他在家裡 用膠紙、紙皮、不同的東西 他會做一些玩具給自己玩 小朋友可以在這個時間放慢下來 做一些手作, 享受親子的時間 上兩集就和大家介紹過一些學習和遊戲的app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好玩的運動遊戲 和小朋友在家裡做運動 Let's go! Active Arcade 是一款體感遊戲的免費app 靠手機前置的鏡頭 不需要其他任何裝置 就能做到類似Switch的健身運動遊戲 非常好玩 無論大人小朋友都一定會喜歡 遊戲中的畫面 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形狀 要你用手和腳 或者其他要求的動作去觸碰 獲得分數 除了單人模式外 還有雙人比賽模式 可以和家人比賽 趣味性和互動性就會大增 就算不出的界 都可以在家和小朋友邊玩邊做運動 每次玩完一個回合 他會自動錄下遊戲的畫面 留下大家開心的時刻 和可以分享給朋友看 Jumper是一款虛擬跳性app 用法很簡單 玩家只要站在手機前面 透過前置鏡頭拍到全身 這個時候 畫面中的你 就會手上出現了一條虛擬的繩 你只要拼一條繩 就可以開始跳躍 感覺真的和跳繩一樣 Jumper會統計玩家的跳繩次數 速度和燃燒的熱量 除了跳繩之外 還有踢足球 跳大繩 褲拉圈 本來想著虛擬做運動 應該不會太累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是真的會出汗 不過這個app 玩法上就單調了少少 耐玩度就不算太高 去霸卡路里 是一個利用AR技術的 體感跑步app 玩家拿著手機或者平板電腦 運用本身左右移動和跳躍 蹲下等等的動作 去閃避遊戲當中的障礙物 和獲取保密 遊戲會偵測玩家使用期間消耗的卡路里 並且轉換為卡路里幣 而卡路里幣可以在商店兌換道具和特殊商品 未來就可以在app中的商店 解鎖更完整的跑步機功能 這個app屬於個人遊戲為主 不同剛才介紹的兩款 可以和別人互動 耐玩度就一般 一連三集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學習、遊戲和運動的在家抗疫app 希望疫情快些度過 我們的生活可以回復正常 創作人們 百分之一 一連三集和國外